欢迎继续收看焦点 1997年回归以来 香港社会出现巨大的变化 特别是过去两年 社会经历了剧烈动荡 再加上房价居高不下 低下阶层他们的居住环境相当恶劣 这都让不少人对前景忧心忡忡 香港移民展览的调查显示 将近八成的受访者计划 两年内移民 他们大部分是中产和富裕家庭 外界都在关注 特首李家超领导的新一届特区政府 能不能带领香港走出新格局 我们到香港实地了解 超过一百件香港街道和地区的微型展品 像是时光机 载着人们穿越过去 现在和未来 其中香港地标维多利亚港这个壮观的模型 是特别为了纪念回归25周年而设计的 在短短的半个小时之内 你可以走遍香港每一个角落 从黎明到黄昏 到夜空绽放的璀璨烟火 香江的风采浪漫依然 从这个维多利亚港 你可以感受香港作为一个国际带刀会 一个城市的魅力 一座城市的未来属于年轻人 香港最大政党 民建林青年小组副秘书长赵伟 今天也来看展览 我刚看完这个展览 就存在了香港的历史回忆 香港违背25周年 就是一国两制 也是到了25周年的时候 当然也是很兴奋 因为其实我们香港 都有不同的发展建设 更加体会到香港跟内地 是一脉相连的 青年民建联是政党的青年军 会员都在35岁以下 赵伟告诉焦点 由于中港两地 经贸关系越来越密切 近年来越来越多人 主动加入青年团 我们现在国家的发展 一日千里 对嘛 我们不单只是高铁 电子支付等等 其实香港有一部分年轻人 他们没办法了解到 那些国情 内地主国是很大 所以我们年轻人 走去内地 去看一下 内地的发展是什么情况 繁华街道 西来攘往 不少人对未来感到迷茫 1997年 香港回归中国 纸游也在那年出生 过去25年 他见证了这座城市的跌宕起伏 两年前 纸游参与了社会运动 在目前的政治气氛下 他担心因言获罪 因此在接受交点访问时 要求不要正面上镜 其实回归在小时候 可能都仅有一些 喜庆的感觉的 政府又会给我们97年的人 有得去迪士尼免费的券 那小时候都会觉得 好像都是一件 挺开心的事 但是你如果说现在的话 对我来讲 其实回归 真是没什么意义 因为慶祝这件事 是要大家开心 才叫做慶祝的 纸游是一名幼儿园教师 目前一些学校课程 开始渗入国安元素 让纸游感到纠结的是 他需要教导小朋友 自己都不认同的价值观 学习就是给我们的下一代 我们的小朋友去探索一些 真实的事 但是当你说真实的事 是会被禁止的时候 你就会不够胆 2019年港府提出修订逃犯条例 容许将香港的犯罪嫌疑人 引渡到中国大陆受审 发了大规模社会运动 社会严重撕裂 超过一万人被捕 回归25年 香港迎来新一任 也是第一位五官出身的 新行政长官 他能弥合社会分化吗 初过一百日建立市民 对新政府的信心 未来半年 你交到成绩出来 就有成绩才能够说服 跟着一年 你就可以令到社会里面 愿意跟政府沟通 相信政府能够办好件事 我觉得港府它的重点就是 希望能解决民生问题 如果真正要解决民生问题的话 这些占据香港的经济领域 很多快的经济利益 它需要被削弱一些 那北京是否愿意这样子做 我觉得还有待观察 香港有东方自助的美誉 不过今年因为受到社会运动 再加上疫情的冲击 这颗明珠似乎有点失色 一些人甚至选择远走他乡 不过居住在这边土地的人们 依然的未来充满期许 我希望香港越来越繁荣 越来越好 希望经济好一点 希望香港就繁荣稳定 安居乐月 我希望香港可以像 暴风雨之中的疾风竞潮 可以抵御风浪 而是绝战成长 西洋西夏 一代又一代的香港人 怀揣着各自的梦想 继续书写《狮子山下》的故事 香港社会在动乱后严重撕裂 不同人对一股两制 有不同的感受 一些人可能更关心 大陆和香港的经济融合 发展机遇 另一些人则担心 言论自由被限制 失去了原有的独特性和面貌 怎么总结这25年来的实践 香港未来25年 又该怎么走下去 相信香港人心中 都有自己的答案 两年的冠冰疫情和清零政策 香港的民生经济 受到了不小的打击 现在又碰上全球通货膨胀 衣食住行 消费不断上涨 我们走进了香港的菜市场 了解民众和摊贩的无奈 你可以到新闻深呼吸的 国民部专业观赏这个视频 感谢收看焦点 想重温节目 也欢迎到八世界的网站 我是林志英 下星期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